没词其实并不能代表你此时此刻就没戏 我觉得我的头发硬硬这就看 其实无忧度这个戏 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的一个配合 一个比如说导演的要求 和一个整体戏产生出来的一个风格 风格的拿捏和人物的一些状态上的展现 应该是这个戏相当于其他戏的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点 其实五更记我在看剧本之前 我有去看了一个动漫 但是我们的剧本最后的呈现 其实跟那个动漫的呈现是不是特别一样的 首先他那剧本出发了 我们这个五更刚上来的这个年龄段 已经到了二十多岁的一个新国王子 但是动漫里还是一个大约在八岁的一个小孩子 他附身在了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上 所以他的出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拍五更记的时候 动漫对我的所谓的参考价值 就没有其他的一些角色相对来说多 我只能通过剧本的一些阐述和表达来完善我的角色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五戏有五戏的表现形式 词多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戏会展现的多一点 没词的其实并不能代表你此时此刻就没戏 仿佛好像如果没此也是我比较擅长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我的头发硬不硬 这就看跟什么比 如果跟非常头发软的朋友比 那可能会硬 如果这位朋友的头发一样硬 可能我的头发会显得更软一些 看跟谁比 记得关注再走 你看看 andra nowhere 很多人都看看 公司 目前 究竟 到